台湾真的是诈骗之倒吗 2022年3万件诈骗案 嫌犯4.6万人创历史新高 那我们去收人家的账户 收一本给拿到6万 八成五就算入狱也不超过三年半 车手起诉率不到六成 能克服得了吗 大部分的在从事诈骗的人年龄较轻 那在法律评价上面可能较轻有可原 那另一方面很有可能 他们参与的程度并不完整 诈骗八成来自电信简讯 政府全力打诈 但诈团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结合AI机器人犯案 他确实会根据你的回话的时间 你到底回了什么话 你回话的高低情绪起伏 来做对应的 冒充名人身份 要你加入投资群组 一起发大财 张忠谋 谢金河都被害 我没有做任何投资理财的 招揽退员的行为 我说这个所有一切都是假的 如果你受害 那我怎么办 我也是受害者 诈骗新兴行业 连旧冰箱 手机都能贷款 无担保品照样借你百万 假买卖正贷款 事实上完全是信用贷款 它根本没有商品 你曾掉入流沙陷阱吗 诈骗知道谁是凶手 欢迎收看静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芳姐 近年台湾诈骗横行 被人讥讽为诈骗亡国 诈骗俨然成为了国安议题 只是为什么打诈国家队 都已经不断升级了 却仍然束手无策呢 其实近期有不少失踪人口 被找回来了 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失踪 而是被诈骗集团 关在集中营拘禁 静新闻独家访问到了 四位被害者 有人是小额借贷的 也有年轻人是想找工作 却踏入了陷阱 还有是被朋友有话术欺骗的 而一旦遭到拘禁 就是自生自灭 直到你的账户被警示 再也没有了利用价值为止 而且在集中营里 是不把人命当回事的 为了控制他们 还会下药喂FM2 慢性病不给药吃 有拘禁者吐血身亡 尸体轻走了 就传过水无痕 我们实际与诈骗集团交涉对话 揭开了诈团骗人的话术 也看到这些货 就被害者最沉痛的控诉 这是一场从鬼门关逃回的生死挣扎 我就看过三个人怎么从活得到死掉的过程 你们在干嘛 你要干嘛 在干嘛 你干嘛把他捂起来 你干嘛 放开 警方攻击那一刻 抢救了26条生命 他们手脚被警靠 日夜不分囚禁灵院 小小时机平几的30多人 已经有三人死亡 但这只是台湾柬埔寨诈骗集中营的 零山一角 警方从淡水抓到的嫌犯手机当中 查出集中营不止这一处 他们专挑这种新兴发展区的新建案 作为囚禁地点 另一处就是桃园中立这处新建案 这里住宅密集 住户少 不少新屋都还在装潢当中 因此就算多人在里头被囚禁灵院 甚至有三人不幸丧命 这气势搬运过程都没人发现 手铐身落痕迹会逐渐淡去 但被捆绑虐待甚至下药近40多天 内心极大恐惧却很难痊愈 新新闻独家访问几位获救受害者 当初为何一步步落入诈骗陷阱 我自己有一些就是周转的问题 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走投无路急用钱 去帮忙把资金 未经来再汇出去 我有问他们说 为什么是与业旅馆 他们说他们比较私人的小人 然后可能条件比较宽松 我们实际上脸书打关键字 赚钱小额贷款 贴为一句句神秘话术 无风险收车 每本8到15万 还说安全无事尾 更有诡谀关键字 可控不可控 记者一一加赖询问 马上有四个诈骗集团找上门 对方拼头先问 急用钱吗 你有什么提款卡可配合 声称只是租用你银行账户 不用还钱还会给你钱 那时候是跟我说 15万 记者追问为什么要拿账户 对方变称是要帮企业结税 要用到卡片 人头账户身份证 说要租用账户三五天 建一本存折给你8万 两本16万 诈骗集团当场给两种选择 可控就是人在旅馆配合 给你保持保住 不控就是直接面交账户 当晚拿现金几万 我们回说没钱叫车 对方马上说 公司会来载你专人带你开户 人来就先给2万头金 更大了赖讲白 你人在旁边我们也放心啊 不然你回去挂失账户 我们钱转进去就没了 还故意说 你在旅馆自己看着自己账户 也放心一点 抓准急用钱的心理站 要你上钩利用多层人头账户 追查时间差层层转出 比如说人头账户有2层3层 它如果使得2层3层 更不容易被冻结 我们要从警示账户 再转到这2 3层 有时候会花一点时间 他们就利用这些时间 他们是叫白开机车车 我离开小房间的门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直接把我推倒 就过来然后 就直接锁住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塞毛巾 塞到你嘴巴上 然后手都靠起来 然后就把你压到床上放掉 跟你讲说你不讲我就打 甚至有些人都已经被烫到 真皮里面 就是真的已经流浓了 对 它还是继续烧 继续垫 双手被绑 恐怖虐待 20人有如动物被圈养 挤在4屏小小空间 睡觉时还人叠人 反正要睡觉的话 只能测睡 不然就是躺在人家的腿上 或者是肚子上面这样睡 就是比做法还在 你如果缺钱的话 看也不要就是跟他们一起坐 帮他们看管人 诈骗集团还拉被害人当加害人 说加入当打手就能生存 集中营两房两位浴 就有8人看管 小房间是休息室 主卧客厅厨房连厕所都挤4人 共关35人 管了一个多月有人葬命 阿伯就说他要去上厕所 蹦一声进去看一下 任不容不见 然后结果 结果看到窗户开开了 我下去看他 他是躺在下面的 当晚看管的嫌犯 在众人泡面里下药 他们就是夹在汤里面 然后想说有热热的 往外喝一喝 比较平静 然后结果就被下药 然后大概也睡了一两天吧 一觉醒来实体被清掉 仿佛传过水无痕 但又有慢性病被害人 被逼上黄泉 原来糖尿病高血压是 后来会有病毒会有散发 所以他的肠胃跟胃 开始腐败 然后之后才吐血 女生是吐血身亡的 他们两个自己都会搬走之后 我才知道他们两个都是 靖新闻访问这4人获救了 但自由之后神家账号 全变警示账号 是付头的钱也被准备 身上的钱都是被他们收去 然后回到家之后 发现自己的手机 也被他们刷了好几个游戏 我觉得他们还有其他据点 那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会真的会比较不容易 相信人这个东西 结后余生 有人日夜忐忑 生怕又被找到 也有幸存者之今 神情受闯不敢出门 但还有多少失踪 被诈骗囚禁的人口 仍在暗夜等待救援 台湾柬埔寨诈骗案 曝露出了国内司法 对于诈骗集团中的车手 跟管前的水防 罚则太过轻重 才酿传了多条人命 诈团首脑蓝道杜成哲 竟然是利用他之前诈骗案 当车手轻判免官 只要社会劳动的机会 就隔空再操控虐杀 光是2022年诈骗的金额 就高达70亿元 诈骗案有3万件 为了有效终结人头账户的乱象 行政院会通过了 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 提高罪责 但是真的断得了吗 警察官直言 修法后提供了三本账号 算有罪 这很有可能会被反敲 做成交战手册 说反正交两本没有关系 那人头账号没有办法斩断 台湾就无法洗去诈骗之导的无名 当诈骗被害者 被说服成为加害者 本来应该是受害者 后面被讲说 你如果缺钱的话 看要不要就是跟他们一起做 这些东西收一下 来 手备后面 手备后面 经过六个月的追踪 终于逮捕 酿出四条人命的台版柬埔寨 诈骗案主谋拦到 但讽刺的是 歹人当下 他正利用之前诈骗案 法官侵判准许他为罪免求 只要溢服社会劳动的机会 隔空 操控虐杀 这里是新北少官所 祖贤兰道落网的当下 正在拔草为过去所犯下的诈骑案 服1700个小时的劳逸 而这个线索则是 新北市刑大征三队 花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从他与共犯的对话记录中 抽丝剥茧出可能的所在地 蓝道今年28岁 早在20岁时就加入诈骗集团 从底层车手做起 一路晋升到水房 所谓水房收水 就是管理人头账户的干部 今天我骗来了一本账户 这个账户我可能还会再去 请这个被害人 再去开通更多的账户 就是他名下更多的账户 所以我可能也需要带他 去银行开户 办理那个网银 道上都清楚 车手水房就算被抓 刑则也不高 蓝道精进诈骗技巧 自立门户 开了1700多个人头账户 并分组关押众人 将金流转去国外账户 购买于美金锚定的虚拟币 USDT 利用转为警示账户的时间差漏洞 再将钱 层层转回国内的终点账户 因为当被害人 他发现他被骗之后 然后马上就会去报案 那报案这整个案件 就会进入到165系统里面去 然后呢 警察单位会通报银行 来将这个账户做警示 那所以一个人头账户 他一旦涉及到诈骗案件的话 他最多大概是存活7天 根据法务部统计诈骗犯入监报告 发现超过85%的诈骗涉嫌人 入狱刑期仅在三年半以下 车手的起诉率甚至不到六成 很难达到警示之效 像蓝道之前明明是诈骗累犯 法官甚至认为他尚且不至于 对社会造成危害 仅仅抨击就是司法轻重 才造成泥面人性的台版柬埔寨惨案 大部分的在从事诈骗的人 年龄较轻 那在法律评价上面可能较情有可原 那另一方面很有可能 他们参与的程度并不完整 那就是论与这个参与帮助诈骑的行为 那所以说他整体来看 其实会变成说 真正从事犯罪行为的人 其实他没有获得重判 那以至于说我们诈骗集团的整个发展 就会偏向多元化 那以及到现在的专业分工 为了嚇阻人头账户 行政院修正洗钱防治法 收部集团最高处五年有期徒刑 而且有偿提供人头账户 或是提供三个以上账户 以及裁罚后五年内再犯者 将视为提供账户罪最高处三年 不过初犯成为人头账户 先由警察机关裁处告诫 会不会不够重 很有可能就会被反操作 成为一个煽动 犯罪集团煽动一般人的说辞 什么说辞 第一次被抓到不会怎么样 那法条他有说嘛 你要一次交三本以上 第一次被抓到不会怎么样 交两本而已 没关系 重罚才能遏止诈欺一再发生 否则将成为诈骗集团的交战守折 无法治本减少人头账户 诈骗就没有结束的一天 在诈骗的种种类型中 有八成是电信简讯诈骗 最新的手法是结合AI机器人犯案 从民众回话的情绪喜好 来判断他是否容易被骗 再发送钓鱼简讯 还有干脆从中国买进假的行动基地台 在车站旁边强制盖台 发送大量诈骗简讯 目前国内的电信业者都被要求 必须设关键字阻挡诈骗投资 不过不法业者拉出第二类电信 就是类似二房东概念接线乘租 你很难追查筛选去过滤这类的诈骗简讯 也有业者像是亚太电信 因为没有尽查核的责任 就让诈骗集团从事不法 骗超过一亿元 被罚了450万 面对泛滥的电信诈骗 该怎么做 您好 您有为不助中央健保的重要通知 您违法使用健保卡 您担心我们是不法分子是不是 您可以自己查询一下我们的电话 我昨天晚上被诈骗了 接近五万块 我相信非常地爽 根据统计2021年 乌斯扣在台湾 共阻挡1312万次诈骗电话 您也接到了吗 喂 哈喽你好 我们是理财调查小组 电信诈骗20年最夯科技 还结合AI语音机器人犯案 他们都有诈骗手册 以前是教人 他就把这个诈骗手册 每一个条列是回的问题 你大概会讲什么 你回的问题 我都把它规判起来 把这些资料 为给学习的机器人 然后用这种方式做训练 AI语音还会分辨民众情绪 语气从中筛选 比较可能被骗的人 就利用闲暇时间 看看我们分享给您的讯息 会比较有方向跟概念哦 真的聊不下去了 AI还会不尴尬 又不失礼貌地挂掉电话 不好意思打扰了哦 他确实会根据 你的回话的时间 你到底回了什么话 你回话的高低情绪起伏 来做对应的 这个就很厉害了 投资千万客制化诈骗电话模组 就是希望钓鱼简讯百发百中 诈骗简台在控制层 所以就是东西会变得很精准 你会愿意接电话的人 跟你会愿意点减讯上面 连结的人 都是比较容易被骗的人 如何谨慎防诈 像是加886台湾国马 或加2加0带有加号的跨境电话 多维变造号码 一年高达33万通 把它改成加882的用意 其实是希望民众在回播的时候 会能够成功的回播 其中又以投资型诈骗简讯 战机最好 常用标股领取等字眼 政府打诈得先攒源头 要电信公司负起社会责任 我会要求我们增加关键字 或针对这个号码就把它阻挡 你阻挡这种关键字 那其实诈骗分子就不再发这种简讯 他们会再去专别的漏洞 类似走漫游的路 或走这种海外的代理商的路进来 去年党下上万笔诈骗电话简讯 但诈骗集团到高一尺 磨高一炸 台湾大哥大就靠科技 打造电信业界第一套 卫贸网站全民通报平台赌诈 台湾的一些银行 企业 或者是电商 他的网站被人家尾貌 说我能第一时间侦测出来 把台湾的诈骗的成功率降低 然后把台湾的诈骗的成本垫高 他觉得这里很难骗 他就跑去别的地方骗 快点 走 走 只是打诈却越打越大 不肖分子最新开设行动假基地台 车子载着趴趴走 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 透过了电信业者没办法发送 那网路的部分可能成功率又偏低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假基地台 假基地台会发射出较强电波 又使附近手机注册强制盖台 数十分钟内能发出上千封简讯 被害人一旦输入个资信用卡号 就被骗进假网站落入陷阱 他只有一个买设备的费用 那他发简讯其实都是不用钱的 因为他是由这个机器直接发简讯 他并不需要经过电信公司 就算被逮 无论诈骗金额多高 骗了多少人 根据刑法第339条 顶多也只能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十年来仅24人被判5年以上 刑则偏低 也难怪台湾成了诈骗温床 看到张忠谋要教你投资赚钱 是不是心痒痒的 小心别上当 广告后带您了解 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在社群媒体上更是经常看到有名人被冒充身份 教大家投资理财 伤害者包含了财经专家谢金河 知名主持人余美人 甚至还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妻等等 近新闻访问到了被冒用的当事人 都感慨直呼诈骗横行 社会公益荡然无存 尽管Meta脸书承诺 内政部警方通报的移诈网页 如果查证属实 一天之内就会下架 但是诈骗网页仍然展不完 到底为什么仿不胜仿呢 女会计同播汇款了60万 其实还有一亿七千多万 如果一个受贿诈骗横行 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未来除了要实名制作 太受传播就像杀死的蟑螂 这个受贿公益会荡然无存 财经专家谢金河语气充满无奈 实在是因为太常被假冒身份 脸书搜寻他的名字 一整排粉丝专页社团 都是用谢金河的名字照片 要教你存股 要帮你投资获利 这些通通都是假冒的 不少民众深信不疑 有一个石刚的先生 来到我办公室 我说你是谁啊 我说有跟你有约吗 他说有我们约好了 我说我不认识你啊 我说你哪里家人 别人来 谢金河在自己的粉丝专页 将文章置顶 强调自己找了LINE的总经理 脸书前主管 警政署长和刑事警察局长 也亲自到办公室 但所有能做的事都做了 诈骗手法依旧层出不穷 有同样困扰的还有他 我快要气到冒烟了 我已经去报警了 好吗 每一个人都传说 你有在教人家做股票吗 于美人每照姓名 也被盗用 在脸书传授存股心法 冒充名人的案例如雨后春笋 就连台积电创办人 张忠谋 张淑芬夫妻也都被迫成为投资专家 我们这边有你的G票 类似的投资诈骗案件逐年增加 从108年的1894件 到了111年案件数 已经暴增超过三倍 来到6600件 当年度的财损金额高达34亿多 光是今年1到2月 也已经有1014件投资诈骗案 财损来到4亿1800多万 迫且发现 诈骗集团的手法并不复杂 其实脸书账号来讲 你只要有Email 举个例子来讲 你去Google那个地方 你去申请的一个Gmail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随便选取一个ID 然后呢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用粉专 第一步用免费信箱申请社群账号 再盗用名人的照片建立粉丝专业 以名人的背景和设计地位 来吸引民众加入投资群组 可能里面的被害人不多 但是他们成员用多种分身的方式 会诱引你或者感谢老师 因为老师给我讲了哪一个名牌 我获利的多少 这一些被害民众就当然会心动 等被害人心动之后 诈骗集团就会提供投资网站 或APP 刚开始让你小有获利 在放长线钓大鱼 等到你的投资金额越来越多 要取出获利时 集团就把投资网页关闭拿钱走人 而被害人汇款的账户 通常又是另一名被害人的人头账户 让警方无从查起 而民众上当源头 这些造假的社群账号 就算民众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够检举冒用和可疑广告 但关闭了这个网页和群组 诈骗集团还是有千千万万个账号 可以继续运作 电子邮件有所谓的一次性的免费信箱 这样认证的话 因为事后在追气上 我们还要再透过这个平台 会多花一些时间 我们只要检举到封锁 那这个速度其实是都可以做 但是它开的速度又可以很快 所以在这上面来讲 的确就会有检举的速度 跟不上人家封闭粉砖的速度 为了杜绝类似的诈骗手法 行政院成立打诈国家队 进行宣导和查气 也和Meta公司建立横向沟通 尽管会则一紧急事由提出 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第70条之一修正草案 希望网络平台业者 落实投资广告实名制 未来如果没有落实把关 导致有人受害求偿 平台业者将有连带赔偿责任 目前法案已经由行政院通过 将送交立法院审议 现在有很多自动化的一些 机制在运作 而且又是一些跨国的一些网站 不见得能够达到它的效果 那但是呢 这个先做了之后 那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去宣导 让民众知道说有这样的问题 专家和官方也提醒 网友要跟随名人前 一定要先看蓝勾勾的实名认证 如果是近期才设立的账号 也有风险 提醒民众要睁大眼 可别一时成了诈骗集团 眼中的肥羊 我没有做任何投资理财的 招揽会员的行为 我说这个所有一切都是假的 政府相关的单位我都讲了 如果你受害 那我怎么办 我也是受害者 刑事局打诈中心统计 光是2022年被破获诈骗案件就将近三万件 其中未成年的少年诈欺犯人数 竟然高达一千六百六十二个人 我们独家追踪 找到了前诈骗集团的干部现身说法 拆解诈骗话术 只要电话中提到你的各自外泄 要求核对银行账户的话 九成就是陷阱 千万不要上当 那到底为什么很多少年扎其费 是从未成年就开始呢 因为当车手收一本步子抽六万 月入近百万 被抓到了又行则低 甚至只是罚还 不会被关 所以就有不少年轻人铤而走险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 这些年轻人后来是如何悔改的 来看诈骗忏悔录 不只骗台湾人 而是全球华人全面骗 只计幕后诈骗早已年轻化 月入离开场 多一点配搭或是20多万 快30左右 警察看着 特勤小组冲上前压制诈骗主嫌 我可以打工给律师吗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让你请律师 我们现在是搜索期间 2022年诈欺案件近三万件 创下12年来同期新高 较前年增加两成 嫌犯人数来到将近四万六千人 是十五年来的最高纪录 诈骗如此猖狂 我们探访前诈骗集团里干部小杨 那我们去收人家的账户 我们就可以拿到多少钱 比如说我们收一本 我们可以拿到六万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收这个固执 光一个人就可以丢到一千本 收一本赚六万 年轻人挡不住金钱诱惑 他从打电话做起 还有老师教学诈述融入各情境 他们有一份稿 我们会影响环境有什么变动 然后我们去改变这个稿 比如说疫情来了 我们可能是营远的护士 或是环保局 或是什么有各种的行业 但是我们永远都是同一个核心 就是说我们各自外泄 听到各自外泄就是骗天花乱罪都是滑招 再将你的资料转给二线做核对 确认无误后最后第三通电话 传来网址只要一按 你的钱就会被转进人头账户 你只要听到说你的信息在外面外泄 你就不要就是很明显就是诈骗 被抓后务师辅导走向正途 回首诈骗路骗到跟妈妈同年纪的最感慨 我常常打的就是打到 跟我妈妈是同一个出生年纪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不忍心 但是因为我们有主管 我们有老师在后面看着 当你如果没有在认真工作的话 很可能他就把你座子翻掉 或是去到交情过去 今年19岁的陈辰也曾走偏 犯案时还未成年 16岁每月赚到近百万 贪婪搞出黑吃黑 差点命丧皇权 但警方逮捕又被轻判缓刑罚缓 青少年兼扯诈欺案人数 2017年起破千件 一路成长到1662件 但起前防治法罚则不重 他们大多是以车手或是中间联络人 为黑道跑腿为主 因为有了专业的分工 所以他在这个犯罪的追究上面的话 就无法获得全面性的来严惩 来重罚 所以说我们会再针对 整个诈骗集团的架构 目前都是以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本身 来去查查 那接下来将每一个诈骗集团 从首脑到干部以及下端的成员 都能在这个司法上面 能够得到重诚 那我们希望整体来遏制 这个诈欺的反乱 少年诈欺犯伤了无辜的受害者 也毁了自己 如今忏悔希望重生 拆解诈骗新模式 连旧的手机冰箱都能够贷款 没有担保品也可以借钱 但真的借了 后果就不堪设想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两三年还兴起了一种变形借贷 他就是看准了已经负债的人 在银行其实很难借钱 于是车子冰箱包包万物皆可贷 这种商品贷宛如流沙陷阱 一步步的诱骗人 继续贷款继续欠钱 其实就是一种假买卖真贷款 甚至不用担保 就能够轻松借到几十万几百万 手机家电这些呢 有时候也只是幌子 就算是一个假的明目 不用商品融资 租赁公司照样会把钱借给你 但是由于这样的商品贷 在台湾并没有纳入金融业 无法可管 虽然隶属于经济部 经济部也没注意 就放任不孝业者 游走法律边缘赚取高利息 这种就是标准的假买卖真贷款 其实它是一个信贷的概念 39岁的安妮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徘徊迷茫 当你是那个很急着借钱人 你不会想那么多 你不会想要赶快把钱借下来而已 去年9月在网路上认识一名男子 说投资虚拟货币能赚大钱 一开始有获利安妮信了 因为他一直叫我投资 他就说你这样子 本金还不够多 于是用保单跟银行借贷50万 刷卡投资几十万 又去融资公司借了50万 最后投入APP的100多万一毛都追不回来 昏天暗地时 安妮又在网路上遇到第二名男子 又教他投资挖矿 急着要后面的钱去伸出可以还卡债的钱 所以我也是当下就急着想要抽到100万 然后去做这样的挖矿的动作 能借到的钱全部都去投资了 银行也已经借不到钱 二号往南紧急介绍他找租赁公司 偷拿父亲的行照安妮又借了车贷 这个借了72我吓到 我想说怎么可能借那么多 而且我爸的车不是新车 但是一样扣15% 15%是要给那个大半公司 我觉得我很扯 我竟然不觉得十万多很多 然后对保也要再扣五钱 所以我实际没有拿到这么多 为钱所困的安妮 钱的问题没解决 反而越欠越多 变形车贷不是以前那种正常的车贷 都是抄贷利息更高 这两三年兴起 受害的已毫无警觉性的年轻人居多 他就是贷款 他就是放贷 而且是一个掠夺性贷款 这些租赁公司 多为大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孙公司 像是玉龙 何泰 中租 底下设立 玉富 玉龙 何润 创聚 敌和等 子公司下又有其他小公司 个体户什么都能带 什么都不奇怪 很绵密地构成一个产业 就是灰色贷款产业 它的机制是这样运作 就是大包 中包 小包 那这种就是标准的假买卖 真贷款 它只是透过一个买卖车子的方式 去借到钱 那这个包装继续再延伸 就会变成任何万物皆可待 每天最怕就是陌生来电 十通有八通来讨债 我会紧张 就是说天啊 他一直在追逼我 他害怕他们那个讨债公司 来到我家 小恩也是在网络上 遇到了诈骗男 假男友一样叫他投资比特币 他说这个APP可以 那我两个月会把所有债务翻清 我真的相信 结果咸鱼没有翻身 他到处凑钱 投了六十几万美金进去 当然钱全体领不出来 假男友又要他加码 说有认识的人能帮忙申办贷款 他就说用那个物品的融资 然后他说很多公司银行 帮我这样子预备这笔钱 然后到时候就是要 面对面的对保 我们是写单子写日立冷气 要借多少钱 然后就写他的金额 三十八万 我真的觉得 那日立冷气在哪里 我没有日立冷气 对啊 然后就可以借钱了 假买卖正贷款 事实上完全是信用贷款 他根本没有商品 签了厚厚一叠资料 三分钟解锁借贷 两天后钱就入账 但合约对方不给 只要回了这张 委托代办契约书 那是说那都是本票 一叠的手续的签约里面 会中间会夹一张本票 叫他签一百二十万 那实际上他可能只有拿到 九十万或一百万 贷款者其实也不知道 他签的是本票 策贷公司就以此去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小恩借了三十八万 贷办费对保费 东扣西扣 最后到手的只有三十万 分五十期还 每个月付一万零五百元 但只还一期就无力偿还 对方不但提高 还提高利息到百分之十六 这下便欠下五十一万 那商品贷款非常多 冷气机 所有什么东西都可以 手机 我当成一个手机 可以贷到十万块 如果再借下去的话 像这种超贷的话 利率又高 这纹死 其实跟诈骗集团 我觉得性质是非常接近的 依照法令 只有银行可以放款 其他像是当铺 分期付款等 都必须有单薄品或商品买卖 这些变形车贷 商品贷就游走在法律边缘 因为法规的关系 他不能直接这样子做放贷 所以他只是拿一个明目出来 包装成是 我是拿这个东西来去做执借 然后所以我借款给你 我们认为 他是违反公司法十五条规定 公司的资金不得待于他人 但是他是用这种包装方式 用买卖当皇子 规逼放款禁令 金管会不管吗 我觉得财政部是责无旁贷的 但要不要金管会管 金管会实际上也应该要管 内政部要不要管 也可能要管 这些上市贵公司虽然都合法 但底下子公司却是重置 高利贷款生意 经济部管不了吗 经济部责无旁贷 现在是经济部的业务 那经济部不管就放着它烂 由于车贷商品贷 在台湾并未纳入金融业 因此不在金管会的业务范围 也无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20年前卡债危机催生的消费者 债务清理条例又是为卡债 受害人解套的 它已经是一个金融业务了 只是它透过某种担保品来包装它 变成一个担保债务 因此它就不能金融消贷者 法律漏洞下这群信用刺激市场 成了不肖融资 租赁公司的贷载原扬 尽管会有统计的 现在的车贷大概是1800亿 这是正式的 就是跟银行贷 这些租赁公司所产生的这些贷款 我想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这只是冰山一角 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能贷的 假买卖真贷款真大片 专家忧心政府 再不出手立法 改革 监管制度 恐怕只会迎来更大的债务方法 求职也有可能会落入诈骗陷阱 轻松赚 大钱就是有鬼的 下一段节目带您拆解求职诈骗 诈骗集团利用求职路径来撒网 民众看到脸书上的真材贴文 信以为真 就被右影上钩 承办律师就发现 诈骗集团不断的进化 还刻意会秀出合法公司的 营业登记跟大小印章 民众上网的时候还真的查得到 接着呢 就以家庭代工轻松赚钱做烟雾 诱骗提供银行账号密码 那一旦法官认定是共犯的行为 判刑的几率就高达九成 呼吁民众拿出警觉 最好向165反诈骗专线确认 这是一个全诈骗时代 一不小心恐怕踩进精心布局的黑色陷阱 点开脸书求职相关的公开粉丝专页 人生充满希望 因为好多工作从天上掉下来 高薪轻松不用惊艳 电话打过去多半是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电话不接可能就是陷阱 因为诈骗集团就躲得难以追踪的 LINE或私讯里社局 一看这个网站 它的名字本身它是一个明星的名字 那我们再看这整个内容 它上面又有提到包吃包住 那这个很有可能 它就是一个诈骗的网站 社群平台当然有合法公司征材 但是强调轻松兼职 或者在家工作就得小心 尤其家庭代工哪有可能配送全台 如签连双面胶就这样轻轻的点 然后点到你要的那个位置 你现在这样手上黏一张工钱多少 一块钱 六个红包装进塑胶袋 装一百大也才八块钱 代工每个月赚三五千就很不容易 怎么会有人出钱全台配送 真的太远的也不可能因为不划算 你光是车子有钱你怎么可能划算 正派经营的家庭代工 不需要你的证件账号 不过记者隐藏身份在可疑的脸书贴文 印证家庭代工 诈骗集团就要求准备提款卡 他准备会一笔钱到记者账户 向工厂叫货 必须从记者账户出金给工厂 他的定义就叫实名制 他们可能会多加说 你那个账号来 我们还可以补助一万块 多少钱给你 对对对 这个我们可以帮你申请 而且你可以结税 但是很多被害的人其实是因为被骗的钱 有些甚至我遇过好多来咨询的 他们就是不敢讲 他们第一个就会很丢脸 第二个就会说 那我也要不回来就算了 因为你今天一旦这个账户交出去了 包括你的密码出去 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你能控制它的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去挂施 民众试诈能力不足 也不懂踩刹车 以至于利用求职电信投资为名的诈骗产业链 每年骗走台币量300亿元 求职陷阱的异常要求 通常会要求面试者缴出身份证 银行存折或保证金训练费 又或假件争裁卖产品 更有人面试A工作 实际叫你作逼 比方一开始家庭代工 发点工资只是烟雾蛋 一步步又引投资才是真目的 而这些诈骗讯息 大量出现在脸书 Instagram YouTube和抖音 警方发现其中脸书就占了九成 其实年轻人对税工具的熟悉度 反而是高的 那因为高的情况之下 你反而会觉得因为我够熟悉它 所以你的危机率反而是比较低的 只要经过检察官起诉 应该定罪率应该有高达九成以上 所以你要打无罪其实是蛮困难的 日本那边更高 听说好像快要99%还多 面对诈骗大军 从民众的防诈意识 银行机制 打击步伐 没有一个环节能全面防堵 一旦贴文是诈骗集团发的 只能检举下架 因此新北市刑警成立 报给你资网站 公布最新的诈骗收罰 更呼吁民众不要被骗 更不要一声释法 社会经验比较没有那么丰富 或是说真的被钱逼急了 在民生上面有问题的人 可能会真的觉得 我好像把一本布置拿出来卖 竟然要使用个三天五天 使用个一个月 这都没什么问题 当你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结果结束了 那个钱已经都进出了 那你看到那个金额 我说实在 这些钱就是你未来 可能要面对的 要负责的钱 像这种被银行冻结的警示账户 原本每年一两万个 也曾经冲到六万多个 但是疫情之后快速飙升 111年今年前两季 新增一万三千个 目前至少有七万七千多户被冻结 冻结账户的背后还是要回到网络 要把高薪又包吃包住的贴文 究竟有多少 从数字来看 11月15号往前30天 在脸书使用这组关键字的新贴文 有115篇 三个月来互动次数上万 甚至资安专家发现 用片门工作关键字 在网络上贴文的冲到了七万篇 哪些粉丝专业这么直白露骨 从15号中午回推1000篇贴文来看 性质多半是借贷网站 求职网站也有 是觉得可以透过所谓的资讯试读 就是说不管是从简讯来 或你在社群看到 你朋友传给你的email 任何的它都是一种资讯 那就跟我们在讲媒体试读是一样 如果你对于资讯 你也可以抱持着这个 透过一些方法论 可以去解析这个资讯 台湾是民主国家 不会像中国一样强制下架贴文 而诈骗集团就利用制度弱点 跟人心最原始的欲望不断紧逼 如何抛开诈骗之导的恶民 恐怕是今后要面临的长期战线 台湾想要摆脱诈骗之导的骂名 就不能再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必须提高刑度防止犯罪率 并且拆解犯罪的新趋势 民众也有试读能力 才能有效提防诈骗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方杰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